1938年10月我国军队和日本侵略者在广州地区作战 最终广州等地区沦陷 日本侵略者为了能够支援武汉会战 在1938年9月17日的时候就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力 在那年10月日本军队就集结了三个室 在台湾海峡和澎湖列岛等地集结了万人的兵力 准备攻占广州地区 那时守卫广州地区的是国民党的军团 只有8万的人的兵力 而且兵力特别分散 士兵的素质也不高 10月12日日本的主力部队在日本海军的配合之下 在大亚湾附近顺利登陆 并且开始向广州地区逼近 为了能够顺利拿下这里 日本军队兵分两路分别向惠阳同时推进 三日以后惠阳失守 国民党损失惨重 无数的士兵都死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枪炮之下 国民党军队的人数要比日本侵略者的人数多 而且还有很多特别好的装备 可惜在广州战役打响之前 这几个部队被抽掉北上去参加武汉会战了 因此当日本侵略者来到广州附近的时候 这支部队不仅没有发挥他们的作用 反而死伤无数 仅仅只用了一个多星期 日本侵略者就占领了广州 并且在广州进行了多次的空袭 广州城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毁炸毁了 这场战役的失败让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补给线 而且还让日本侵略者打通了南北的交通线